比赛将会由四川九牛率先来开球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比赛开始了 天上雪报和上一轮比赛当中 和自播速剧的第二次交流 这次的任意球直接给到罚球区里 刚刚王桥已经跑出了空档 完全可以给过来了 但是依然选择转到球队的左路这一侧 一对一的过人之后 底线前倒三角给回来 来看看这一脚的大门 打了一个死角球尽了 比赛进行到第六分钟的时候 四川九牛在刚刚的这一波进攻当中 取得了一粒进球 再来看一下刚刚的这次进攻 转移之后 走路这一侧 刚刚浙江队的防守队员 有一个失位 随后一次下底的传中球 到三角给过来 落点的位置 男小鹏在这个位置上 几乎处于一个无人盯防的情况 来到罚球区里 单刀机会面对门将 这一脚推射 推的稍稍的偏了一些 再来看一下 穆歇奎观察到了队友的位置 这边 就是迪奇啊 传球的实际把握得也非常好 但是 沉浸面对门将 迅速的快发球 战术脚球给出来之后 这脚再敲出来 速度有些快 险些皮球出了边线 再45度给进来 脚下带的稍稍多了一点 没有观察到 放手边的位置 这张队这边倒是干净利落 断球之后啊 直接选择地面的推进 左路这边45度 往里给点球点附近的位置 穆歇奎的头球 顶得稍稍 再来看一下 刚刚的这次进攻 左路这边 观察到队友的位置之后 放手队源之后 来到罚球区里 中路包抄队友没有跟上 转身之后 看看再敲回来 这脚传递之后 这脚打门 球进了 但是边才举其越位在先 再来看一下 南松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下 来到罚球区里之后 转身 敲过来之后 这次的传递 一出现了失误 来到罚球区里 担当的机会 只要打门 再来捕射的机会 力助 力助 换出来 这个时候主裁判 严利夫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对 对